盧秀燕各位注意喔 你給他觀察 盧秀燕只要他快要發生危機了 那個民調就會出現 這是他的慣性 就是快要發生危機了 那個特定媒體 剛好有一個縣市首長民調 不就在今天出爐嗎 你注意只要看盧秀燕快出包了 隔兩天就是民調 第一名耶 對 然後他那個民調到了禮拜六 禮拜天就會大作 然後讓大家覺得說盧秀燕很好 蓋過前面快要爆的這個事情 這是盧秀燕的慣用的手法 那盧秀燕因為他長期當立委 跟現在當市長 都比較關心屬於內政 那他如果自己要提升 他的國際化程度 包括談兩岸談國際 他就必須自己提升 所以他這一階段 已經大量的在補習了 特別譬如剛提到AIT 他在表達一件事情說 我跟這個美國人也很好啦 就像上次那個侯友宇選舉的時候 也一直拿出他跟那個AIT的 這個額照啊 拜會啊 然後去放天燈嘛 這個 那這個都相形之下 要跟大家講說 其實國際化我也會啦 只要他站上全國的舞台 你就會發現 他跟當時的侯友宇是一樣的 請教逸三哥 裡面有人各立三頭 你看注意的人就說 沒有中常委沒關係 還有主席指定的中常委 他也放了自己核心人馬進去嘛 那當然呢 裡面我們說太陽也很多 盧秀燕這一次 寫春聯發春聯也有動作 幹嘛呢 特別舉辦了寫春聯活動 找了AIT官員來出席 特別找了AIT官員來出席 這有什麼樣代表意義嗎 先講中常委 我會建議國民黨可以找蔡壁如 因為蔡壁如 民眾黨的中央委員 五個人不要做 結果要不要給蔡壁如做 還有中央委員會打論 給他一個機會是不是 民眾黨多嚴格啊 要審議蔡壁如做中央委員的資格 結果他們五個人是不要做 為什麼不要做很簡單嘛 因為兩年沒有選舉 做這一屆真的是沒什麼好處 而且要募款嘛 民眾黨也是一樣 中央委員五個人為什麼不要做 又要募款一百萬 結果連提名權都沒有 他們還橡皮 真的橡皮獨張 至少國民黨的中常會 他們會擠進去的原因是 議員的選舉 提名權 我這區要擠席啦 所以我指定的人是不是可以 不用初選啊 種種的這些所謂的提名權 才是所謂的黨中央的一個權利嘛 那這一次沒有 不代表下一次沒有 2025年就是關鍵了 2025年包含剛才講的朱立倫 想要連任嘛 韓國瑜因為做了立法院議員 不能做嘛 盧秀燕一定會想要搶 為什麼呢 因為他決定了所有的縣市長縣市議員 立委跟總統的提名辦法嘛 這些提名辦法是黨主席在做決定的嘛 但是朱立倫想不想繼續連任 當然想啊 因為那個才有權利嘛 下一任才有權利 所以為什麼最近不斷的 韓國瑜是有希望選總統的 所謂的接下來跟盧秀燕會競爭 2028年的總統 風聲不斷地被放出來 因為朱立倫很聰明 如果只有盧秀燕一個人 那盧秀燕選我朱立倫就不用當了啊 如果是韓國瑜有希望 韓國瑜因為做立法院議員長 他不可能來跟朱立倫來搶黨主席嘛 所以我韓國瑜的人馬 包含希望韓國瑜選總統的人 可能都會來支持朱立倫啊 因為如果讓盧秀燕掌握了黨權 那未來可能就是盧秀燕獨自 我朱韓國瑜就沒有機會了啊 所以整個國民黨的派系也好 真正的鬥爭會在2025年的黨主席 才會全面爆發 而現在這個所謂的黨主席 跟所謂的中常委都只是積樂 十字無畏 棄之可惜 好 所以請教一頓哥 會是三個太陽嗎 因為盧秀燕這一次春聯活動 特別找了AIT官員 通常會找AIT的官員 大家說是什麼意思呢 之前還記不記得呢 盧秀燕當媒體的面 表態反萊豬的時候 被AIT也批評 那現在就說很開心 就找AIT官員來 感覺起來對2028也是有想望的 現在聯合新聞網都寫了 國民黨三個太陽 韓國瑜作政國會 朱鵬喊團結牌 盧秀燕以敬自動 這批誰會贏呢 盧秀燕的個性啊 我們形容那個跟陰頂啊 陰頂啊 陰沉啊 那他會 他會選擇性的去操作議題 譬如說這一次的這個食安 他就會操作 遇到小朋友的這一個 譬如說去學校讀書 遇到了什麼事情的 這種他也會操作 那他就是回到他那個 所謂的媽媽市長的 這一個形象 他每次操作的議題 都會讓台中市的朝野 台中市的議員 立委們 很少人去罵他 因為他操作的議題都是 在地方就覺得說 這是一個媽媽要顧的 像這一次的時安 他就說 反正我們就是有宴出來 你台糖要解釋 我們就是有宴出來 你中央怎麼說 那你們的事 反正我就顧好我的台中 所以 那可是盧秀燕 各位注意 你給他觀察 盧秀燕只要 他快要發生危機了 那個民調就會出現 這是他的慣性 就是快要發生危機了 那個特定媒體 剛好有一個 縣市首長民調 不就在今天出爐嗎 你注意只要看盧秀燕 快出包了 隔兩天就是明天 第一名 對 然後他那個民調 到了禮拜六 禮拜天就會大作 然後讓大家覺得說盧秀燕很好 蓋過前面快要爆了這個事情 這是盧秀燕的這個慣用的這個手法 那盧秀燕因為他長期當立委 跟這個現在當市長 都比較關心屬於內政 那他如果自己要提升 他的國際化程度 包括談兩岸 談國際 他就必須自己提升 所以他這一階段已經大量的在補習了 對 他在補英文 補這個各式各樣跟外交有關的課 他都在上 那他特別 譬如說剛剛提到這個AIT 就是說跟人家 他在表達一件事情說 我跟這個美國人也很好 就像上次那個侯友宇選舉的時候 也一直拿出他跟那個AIT的這個額照 然後去放天燈 這個都相形之下要跟大家講說 其實國際化我也會 可是這種表現都很短暫 很短暫 因為只要他站上了全國的舞台 他現在都還在台中市 只要他站上全國的舞台 你就會發現 他跟當時的侯友宇是一樣的 侯友宇連任 贏那個林家總四十幾萬票的時候 不是天下無敵嗎 那時候隨便做民調都贏賴清德一堆 可是只要被站上了全國舞台 要談國際 談兩岸 談全國的趨勢的時候 他的這個程度就會被比出來 那所以接下來 包括韓國語會不會在國會出球 朱立倫的角色 因為現在看不出朱立倫的角色了 因為接下來 這個縣市長提名也輪不到朱立倫 除非朱立倫下一次他還要選 那否則他沒有角色 朱立倫現在有什麼角色 就下一次的主席是可以提名縣市長 跟縣市議員 就能夠掌握整個國民黨的組織 可是如果盧秀燕跳進來當黨主席 他一定選完一定要下台 因為國民黨的席次只會這樣不會多 所以這個彼此之間都還在測試對方 然後盧秀燕呢 各位記得他比較陰沉 所以他並不會大張旗鼓的 出來弄這些事情 那就是在這種小小的東西上 慢慢的去博取他的這個生活